这是警方抓捕黄色视频拍摄团队的真实画面 2022年3月 上海警方出动大量警力 共捣毁三个非法视频拍摄团队 抓捕24名涉案人员 查获淫秽视频50多部 涉案金额达到了500多万 作为罪魁祸首的麻豆传媒 已高薪诱惑了很多女孩 放弃尊严和底线 开始拍摄淫秽视频 可令屁某没想到的是 这些女孩的演技太烂了 拍出来的片子简直不忍之事 就连她们自己都看不下去 屁某没办法就开始对外招募演员 要求身高165以上 长相漂亮身材好 最关键的就是思想一定要开放 并给出十万底薪的巨额工资 无数女孩趋之若鹜 屁某也精心挑选了数名有潜力的新人 然而他们拍出来的片子还是辣眼睛 屁某没办法 只能花重金聘请导国专业拍摄团队进行指导 还别说 专业人士加入进来之后 效果还真就不一样 一步步带着色彩的片子被拍了出来 麻豆传媒为了增加流量 还故意蹭一些影视剧的热度 比如韩国前段时间大火的鱿鱼游戏 到了麻豆传媒这里就变成了鲍鱼游戏 这样的营销手段虽然很无脑 却让麻豆传媒的片子越来越火 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 虽然片子的流量得到了保证 但这些演员的演技实在太烂 就算岛国团队亲临指导 却仍然带不动这群猪队友 影片内容就连狗看了都摇头 观众们被封面骗得花了钱 打开一看却气得想骂人 这拍的什么鬼玩意儿 长此以往麻豆传媒的口碑越来越差 付费观众也越来越少 麻豆传媒长时间不赚钱 还要给女演员发放高额工资 老板屁某都快气哭了 既然你们不争气 那就别怪我黑心 紧接着 屁某为了减少损失开始对自家女演员下手 原本的十万月薪被降到了十万台币 十万台币又降到三万 而且每个月都有绩效考核 但凡迟到或者早退都会被扣钱 这些女演员本来就不情不愿 如此一来更加有意见了 要知道三万台币相当于六千八百元人民币 这些女孩随便找一家网络公司干直播 收入都比拍片子强 而且这个行业属于违法产业 早晚都要吃老饭 每天还得辛辛苦苦的出卖肉体 却只能得到廉价的薪资 最关键的是 拍片之前公司声称 这些视频绝对不会在内地传播 没想到一名女演员的小舅子 浏览不正规网站时 意外发现了她的作品 好家伙 这下可算是把脸丢干净了 家中的父母更是被气得半死 紧接着 这些女演员一个接一个的跳槽不干了 而麻豆传媒也迎来了最低迷的时期 老板屁某名思苦想再次想到了一个新路子